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 你我身边有没有一些人 他看起来好像很开心 但实际上他并不开心呢 诗诗记17章 实际上让我们看到 表里不一 就是表面看起来跟真实是不一样的 这一章让我们看到 有些时候一些人看起来 他也有祷告哦 他也有跟上帝祷告 他也有好朋友在他身边 他看起来好像也很平安 也很开心哦 在诗诗记17章 有一个人叫米加 他有没有祷告呢 有,他还为自己做了一个神像呢 他有没有朋友呢 他跟一个立位的少年人 变成好朋友 还像一家人一样的好朋友 他有没有开心呢 他说有 因为我有立位人做祭祀 我还有神像 所以神一定会祝福我 但是到了下一章就看到 他一点都没有平安 为什么呢 上帝期待我们有真正的喜乐 有真正的平安 从哪里来呢 我们看到米加有三件事情 他做错了 我们要来学习 第一个不可以造偶像 米加为自己雕刻了一个偶像 他觉得有那个神像 自己就可以平安 但上帝是个灵 上帝不希望我们造偶像 让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神 不要操控神 哪要真实的相信神 来认识神 米加看起来有朋友 但是他跟这个立位人的关系 其实互相利用的关系 很可怕 而上帝期待我们真正的彼此相爱 孝敬父母 真实爱人 而不是这个朋友对我有现在的利益 我就跟他当朋友 没有利益我就把他踢到一边 不是这样的 上帝帮助我们真正的爱人 最后让我们思想 我们要真实的敬畏 米加觉得 我有立位人当祭司 我有神像就平安 不是的 我们的真正平安是我们敬畏神 相信神与我们同在 这样子的人才会有真正的喜乐 这一章的要解释 那人以色列中没有王 个人任意而行 看到整个以色列 他们没有君王 不只是地上的领袖 更重要是耶和华 应当是我们的王 当人离开神 要来寻找喜乐 就变得非常的空泛 很可怕 呼求神帮助我们真实敬畏 真实相爱 真实认识神 得着喜乐 我们来祷告 恳求神帮助每一个小朋友 让我们遵耶稣为主 让我们用神的方式来敬拜神 来爱人 来敬畏主 以至于我们得到真正的喜乐 谢谢主 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